第一次去男朋友家拜访 没想到她的表妹也去了 全程对我冷嘲热讽 还暗戳戳地表示我配不上男友 一 喂 你是谁呀 怎么挽着我表哥的手 一个穿着超短裙的年轻女孩站在不远处指着我大声喊道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她就冲过来一下挤开了我 挽住了男友李昂的胳膊 我愣住了 眼前这是什么情况 李昂笑着摸了摸女孩的头 却也没推开她的手 对着女孩说了句 你啊你 还是这么调皮 过了一会儿才注意到被挤到一旁的我 不好意思啊 语童 这是我表妹 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 微微 这是我女朋友张语童 你未来的嫂子 李昂介绍道 什么未来的嫂子啊 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呢 表妹嘟起嘴装作无辜的样子 又接着对我说 我开玩笑的了 语童姐 你不介意我这样喊你吧 这满身一出的绿茶味都快把我熏晕了 我仰起嘴角露出官方的标准微笑 对她说 怎么会呢 微微表妹 以后我就叫你表妹 你不介意吧 表妹僵硬的回了我一个假笑 然后就拉着李昂的手 静止朝前面走去 今天原本是谈恋爱以来 我去李昂家第一次拜访做客的日子 这才刚走进小区里不久 就遇见她这么个绿茶表妹 原本还算不错的好心情被破坏 加上李昂被表妹拽着走到前面 竟然回头只给了我一个歉意的微笑后 然后就任由他表妹挽着她走了 我的心里更是涌出了怪异和不舒服 哪里有表兄妹感情好到这么不分界限的 没看到我这个正牌女友还在后头吗 倒是他良挺像一对年虎的小情侣似的 我提着给李昂父母买的礼物 忍住怒火跟在他们屁股后面 到了门口 李昂的父母打开门 先是看到了表妹和男友 一脸热情的迎接 高兴的寒暄过后 众人似乎才想起落在最后面的我 李昂的父母急忙尴尬的接过我手上的东西 将我迎进门 不好意思啊 雨通 你瞧阿姨 这看到你和微微来了 高兴的都昏了头了 快进来 进来 我准备了一大桌好菜 我能说什么呢 尽管心中有所不满 也只能大度地笑着 对李昂的母亲表示没关系 餐桌上 我坐在李昂旁边 表妹坐在了她的对面 一开始吃饭的氛围还算融洽 我和伯父伯母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 可没过一会儿 表妹就开始作妖 李昂往我碗里加了一只虾 我道声谢谢 刚准备自己包虾 就听到表妹黏腻的声音传来 表哥我也要吃虾 好好好 给你也加只虾 李昂伸出了筷子 正准备将虾递到她碗里 你给我包好吗 你看我这么长的美甲 怎么弄啊 再说了 以前吃虾的时候 你不是都会给我弄好吗 李昂无奈地笑了笑 三两下包完了虾 放到她碗里 这下可以了吧 真会折腾人 嗯表哥包的虾 果然最好吃了 他一边咀嚼着 一边得意洋洋地邪腻着我 我心里的小人 此刻正在暴躁狂怒 想到毕竟是第一次 来李昂家拜访 我忍住了快要脱口而出的嘲讽 装作淡定地 自己包了虾 然后吃掉 想着接下来看表妹 还能怎样作妖 让我开开眼界 毕竟好久都没闻到过 这么浓的绿茶味了 一直到这顿饭即将结束时 表妹夹起她 咬了两口的牛肉丸 放到李昂的碗里 她嘟起嘴假装苦恼地说 哎呀 太撑了 实在吃不下了 哥哥帮我把剩下的吃了吧 眼看着李昂 竟然拿起筷子 就要夹起来的牛肉丸吃掉的时候 我放在桌下的左手 狠狠地掐了把她的大腿 李昂痛得脸色一变 牛肉丸也重新掉回了碗里 她扭头看向我 我也若无其事地看着她 突然装作一副 才想起来的样子说 怎么了 啊 对 你最讨厌吃牛肉丸了 李昂回头对着表妹 善善地笑了两声 对 我最不爱吃牛肉丸了 表妹嘴角向下垂去 委屈巴巴地看向男友说 可是我记得你以前都吃的呀 哥哥 接着她又将楚楚可怜的目光 对着我 与童姐 是不是你介意 哥哥吃我剩下的牛肉丸啊 你别多想啊 从小到大我俩都是这样的 我胃口小 每次吃不完的东西 哥哥都会帮我吃掉 我打断了表妹的茶味发炎 一副语重心肠的样子 对她说 表妹 你看你把我想得多狭爱啊 只是人嘛 这饮食喜好总会变化的不是吗 你哥她现在的确不爱吃 这什么牛肉丸了 我用凌厉的眼神飞快扫过凉 她急忙朝着表妹点头 是啊 微微 我现在是真不爱吃这东西了 你可别再对着你嫂子胡说了呀 表妹发出两声尴尬的笑声 这样啊 我以后知道了 以后知道了 知道什么 还想让你哥继续吃你其他的剩菜剩饭啊 怎么想得这么美呢 我在心里不断冷笑 暗自嘲讽奶油表妹这算盘 都快打到我脸上来了 本以为吃过饭后 表妹能消停点 没想到她变本加厉的 势必要给我一个狠狠的惊喜 饭后 大家一起帮忙收拾了碗筷 伯母就让我们去沙发上坐着休息 说是家里有洗碗机 用不着我们在厨房帮忙 于是 客厅里现在只剩下我 李昂和表妹 伯父则是去楼下买水果了 一共三个沙发 我挨着李昂 坐在侧面的二人沙发上 表妹原本也想挤在男友身边坐下 可我早就把我的包拿过来 放在了男友旁边 这下可是一点位置都没有了 她退而求其次 坐在了紧挨的沙发拐角处 那是李李昂最近的距离了 我不禁在心里暗自冷笑 真是个根屁虫啊 要是表妹是卷双面胶的话 只怕恨不得时时刻刻 都粘在李昂身上了 过了一会儿 男友父亲提了一朵水果回来了 表妹兴致冲冲地跟进厨房 没一会儿就端了一盆洗好的草莓 和切好的一盘橙子苹果 她刚把水果放到客厅的茶几上 就拿起一个草莓咬了一口 手舞足蹈地叫着 哇 太甜了 哥哥 你快点也尝尝 然后她把剩下的半边草莓 喂到了男友的嘴边 李昂自然而然地张开了嘴 吃掉了那颗被他表妹咬过的草莓 咽下去后 还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称赞道 爸 今天买的草莓确实不错 表妹和李昂的骚操作真是步步 在我预料之外又在我意料之中啊 我这次什么都没说 嗓子假装咳了一声 李昂注意到我不太好的脸色 急忙拿了一个草莓递到我嘴边 宇童你尝尝 这草莓真的很甜的 我稍稍别开头 对着她轻声说 我不想吃草莓 你喂我不橙子吗 于是 我成功地看到了表妹 因为看到李昂亲手喂我吃了橙子后 变得不甘又愤恨的眼神 吃过水果后又休息了一会儿 伯母收拾好也从厨房出来了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 就像她和伯父道了别 然后就回家了 当天晚上 我跟李昂打着微信电话 商量着明天去哪里逛一逛 晚一玩 最好是个没去过的地方 还没等我从网上 搜到的那几个热门约会 打卡点抉择出来 就听到电话另一端 传来了她表妹做作的声音 哥哥 你明天要和雨童姐出去约会啊 最近流行室内蹦传公园 可好玩了 我身边好多朋友约会都去哪 要不你们也去蹦传公园吧 你不是在你卧室吗 你表妹怎么这么晚还在你旁边啊 我洋装疑惑的问 哦 刚好我小姨和雨服出差了 她一个人说是在家睡觉害怕 今晚就留宿我家了 刚才进来刚好听到了 我跟你说去哪玩的话 好吧 那不行 就去你表妹说的那个什么蹦传公园吧 李昂都还没来得及应声 就又听到表妹激动的声音 太好了 刚好我也没去过蹦传公园 一直很想去呢 明天能不能带上我呀 哥哥 好不好吗 哦 听到这搅流造作的撒娇声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吐 不过李昂这次总算聪明了一点 没有立刻答应表妹 而是在电话里先问了我 雨童 明天可以带着微微一起吗 反正咱们两个人去了也是玩 多一个人还能更有意思 你觉得呢 好啊 那明天你就把表妹带着一起吧 我压下心底的不爽 都说了是约会约会 表妹还非要跟着一起 我看她就是成心的 挂掉电话 我愤愤的想着明天看她这朵绿茶又如何作妖 第二天远远的在蹦床公园的门口 我就看见表妹像昨天在小区楼下那样 紧紧的挽着李昂的胳膊往这边走 看着这两人搭着胳膊亲密的模样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李昂和表妹才是一对呢 到了蹦床公园 我刚把耳环项链摘下来放进储物柜里 正要换专用的防滑袜子时 表妹就已经拽着李昂逃下去进了游戏区域 果然 绿茶就是要抓住一切时间抢占先机 我翻了翻白眼 那条丝里的换了袜子才朝下走着 远远看过去 表妹和李昂两人正高兴的在蹦床上 手拉着手一起跳呢 真是兄妹情深啊 玩个蹦床也要牵在一起 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男女亲密举动的界限啊 我带着怀疑渐渐走向了他们 雨彤 你快跳下来 这蹦床弹性可大了 保准让你刺激一下 男友一边拉着表妹上下蹦跳着 一边还不忘邀请我 真是难为她了 这会儿玩的正在信头上还能想到旁边的我哈 我摆了白手拒绝说 你和表妹在这儿玩 我过去那边的黏黏墙 刚穿完工作人员递过来的专用黏黏衣 表妹又拉着李昂凑过来了 哈哈哈哈 雨童姐 你穿这个衣服好丑啊 像发泡的蜜蜂看起来又笨又沉 表妹捂住肚子笑得超级大声 真是个蠢货 没看到她说完这话 旁边来玩的女生都朝她头来了不满的眼神吗 哎 表妹呀 表妹你怎么绿茶的段位变得如此的低级 我笑了下 没有理会表妹 对着一旁的李昂说 你也穿上这个衣服吗 和我一起过去玩会儿吧 我看这边情侣都在一起玩那个沾沾墙 看着还蛮有意思的 李昂当然不会拒绝我的主动邀请 她也去换上了这个宽大臃肿的黏黏衣 这下落单的表妹不情不愿地 跟在我们屁股后面又到了黏沾墙 六百多平的蹦床场馆 好像表妹眼里只能看到 李昂玩的每一个项目似的一直都紧紧地跟着 我和李昂学着其他人的样子 在蹦床上助跑两步 然后使劲一跳 跳起来的瞬间张开四肢 身上穿的衣服就会粘住面前的墙上 我和她轮流着跳起来用力去粘住面前的墙 玩得正不亦乐乎的时候 表妹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墙头上 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 给了我一个挑衅的眼神 得嘞 小表妹又要开始发挥绿茶的攻击了 哥哥哥哥 我刚才在网上搜到的 很有意思了 我就从这上面跳下来 然后你在蹦床上跳一下把我接住好吗 表妹刚好跪在墙头上 弯着腰对着还粘在墙上 离她只有不到30公分的表哥撒娇到 而此刻站在底下的 我都能清晰瞧见 表妹的紧身低龄短袖下露出的傲人胸线 更别说李昂了 真是骚气冲天啊 要说她不是故意露胸的 谁会信 李昂呆了一下 然后硬声答应下来 从粘粘墙上 使劲把自己扯了下来 她张开双臂 紧张地抬头看向上方 生怕接不住她的表妹那样 让我紧紧皱起了眉头 耳边又传来了那粘密的嗓音 我要下来了哦 哥哥之一 二 三 嗯 我数了数 大概抱在一起一分多钟吧 如果我不是画面中男人的正牌女友的话 那眼前的这一对俊男靓女 我可能也会以为是一对甜蜜的小情侣 实在是看不下去 这对好哥哥好妹妹抱在一起的深情画面 我转身离开了粘粘墙 脱掉专用的衣服朝着楼上储物柜走去 等我刚戴好耳环和项链后 李昂和表妹就脸色各异地过来了 她一脸不自然地尴尬问道 怎么了 雨童 觉得没意思不想玩了吗 嗯 是挺没意思的 我淡淡地回了句 什么吗 雨童姐你也太扫兴了吧 本来我和表哥在那玩得挺高兴的 看到你走了还以为你有什么急事呢 结果是不想玩了 七 战红着脸蛋的表妹用不满的语气向我抱怨着 微微表妹 我觉得没意思我有不玩的权利 你呢可以继续和你的哥哥开开心心地玩 懂了吗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完我也不管二人的反应 坐到凳子上 拖着脚上的袜子 听到表妹朝着李昂撒娇 走吗 表哥 我们下去接着玩 不玩了 微微 下次再陪你来玩啊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还是陪着雨童回去吧 李昂可能刚才听出了我微妙的语气 终于聪明了一下 表妹生气地跺了跺脚 朝着楚乌柜一边走过去 一边嘴里还嘟囔着烦死了 烦死了 真扫兴 我装作没听到的样子 不想和他再纠扯什么 倒是李昂坐到我身边 小声地给我道歉 说他表妹年龄还小 被他们和家里人交惯得 有一点任性 让我不要放在心上等等 听到这话我直接气笑了 我心里想 你替你表妹道歉 道的这是哪门子歉啊 二十多岁的人了 年龄还小 这话说出来真是不嫌害臊啊 再说了 谁不是家里交惯着长大的 我还是我们家的独生女呢 从小被我爸妈捧在手心里长大 越想越气 我觉得今天来他家拜访 真是个错误的决定 还遇到了他的绿茶表妹 让人糟心死了 不过 我转念一想 也许这刚好是老天爷 给我的一次机会 让我可以重新审视 我和李昂之间的这段感情 是否合适 我冷冷地看了眼他 一句话都没说 就在我提起胯包 准备起身离开时 听到表妹又发出一声尖叫 啊 我的手链呢 怎么不见了 不会被谁偷了吧 他焦急地朝着李昂跑过来 哥哥 我的手链不见了 就是我上次过生日你 送给我的技嘉的那条 很贵的 不会被谁偷拿走了吧 应该不会吧 这储物贵就你 我还有与同能打开 你再仔细找找 看看是不是掉到地上 或者哪个角落里了 你没看到 没有啊 我真的都找过了 就是没看到我的手链 不会是表妹咬着嘴唇 用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态望着我 我直接对她翻了个白眼 冷笑着说 怎么 你不会以为 是我拿了你的手链吧 没有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与同姐 但是今天只有你带包了 可能你不小心拿错了 或者是没注意把手链 带进了你的包呢 表妹摆着双手 装作一脸否认的无辜样 话里话外 却都在暗示 这个拿她手链的人就是我 该是有多不小心 多不注意 才能把她的手链 撞到我的包里啊 我强忍着 给她一巴掌的冲动 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想翻我的包 呵呵 与同姐 你人真是太好了 我可以看一下吗 惺惺作态 恶心至极 不可以 我勾起嘴角 嘲讽地看着她 我有答应你 让你翻我的包吗 微微表妹 她被噎了一下 然后立马变成一副 要哭出来的样子 对着李昂说 哥哥 你看她 我就是想看一下 她的包找一下 万一真的是 不小心被盖进包里了呢 我又没有别的意思 是没别的意思 真让你翻了我的包 没拿也会变得不清不楚 我在心里默默讽刺着 李昂挠了挠头 为难地看了一眼我 对着表妹说 与同不可能这么粗心的 要不我先去找下 这里的工作人员 看看有没有监控 拍到掉到哪里了 那好吧 表妹不情不愿地 和我在原地等着 李昂则是去询问了工作人员 过了一会儿 李昂带着两名工作人员过来 无奈告知我们 今天下午场馆 因为设备维修 监控都没打开 自然也查不到什么了 我也表歉意 那两名工作人员 在柜子周围 开始帮忙搜找起来 表妹这时 拉着李昂的手 开始撒娇 表哥表哥 就让我看一下 与同姐的包呗 以往万一吗 要是找到了 那这两个工作人员 也不用再辛苦帮我找了 听听 这是有脑子的人 说出来的话吗 他就差没把是我 拿的这几个字 提我脑门上了 我看向李昂 以为他会站在我这一边 没想到他的脑子 也跟被门夹了似的 与同 要不你就让微微看一下吧 咱也损失不了什么 万一跟他说的 你可能没注意到 一不小心 跟自己的东西一起 够了 李昂 我打断了男友的愚蠢发言 你俩怎么不去唱双簧呢 在我面前 跟我这一唱一喝的演戏呢 有意思吗 就一破手链 谁眼瞎到 看不见能给不小心放包里呀 呵呵 我冷笑一声 还想继续说的时候 旁边的工作人员突然喊道 哎 找到了 是不是这个 表妹过去看了看 确认了就是自己的手链 原来是掉到了 柜子旁边的缝隙里 不挪开柜子 确实很难发现 看到戴在表妹手外上的那条 她口中很贵的技嘉的手链 我不禁笑出了声 微微表妹 确定是找到你的手链了哈 你看你 还好我刚才没让你看我的包 不然误会可就大了 说完 我从包里拿出一条手链 乍一看 和表妹手外上的那条很像 但是我这条正中间 镶嵌了三颗宝石 锁扣底下 还有我的名字缩写 不过一般人不知道罢了 但这两条的价格 可是相差甚远 表妹眼里透出贪婪的光 静一下冲到我面前 想要拿走我手上这条手链 我快速地收手躲开了 怎么 你不会想说我手上 这条是你的吧 我嘲弄地看着它 我就是想看一下吗 万一我两不小心拿错了呢 哈哈哈哈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我发出大笑声 你知道我手上这条 比你的贵多少倍吗 你的亲亲表哥 能花他将近半年的工资 给你送一条这样的手链 更何况 这是私人定制 手链锁扣底下 是由我名字所写的 微微表妹 这下总算死心了吧 那就给我道个歉吧 表妹张红了脸 她理直气壮地说 凭什么要我给你道歉 那么贵的手链 还不知道你怎么来的呢 谁知道是用了什么 不甘不敬的手段 啪的一声 我一耳光打在了她的脸上 用力过猛 把我自己的手都给打红了 表妹两只手捂住自己的脸 一脸不可置信地瞪着我 你敢打我 有什么不敢的 既然你父母没有教会 你怎么说话 那我就替他们 弥补一下你的教育缺憾 管好你自己的嘴 哥哥 他打我 他这个贱人 竟然敢打我 表妹扑进李昂怀里 哭喊嚎叫 还不会好好说话吗 微微表妹 我做事假装要从李昂怀里 拉出她 够了 雨童 打人确实是你的不对 你给微微道歉 她用一副 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的眼神 看着我 我 给她道歉 你确定 我难以置信地 用手指了指自己 对 你给微微道歉 刚才她虽然用词不恰当 但也没错 谁知道你那么贵的手链 从哪来的 我被眼前这两个智障 给气到差点说不出话来 好样的 李昂 要我道歉是吧 来 啪的一声 我右眼光 狠狠摔在了男友的脸上 满意吗 这个道歉 我告诉你 李昂 我的手链是我妈送给我的 只有你们这种思想肮脏的人 才会看什么东西都不干不净 张雨童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打哥哥 小表妹一脸愤愤不平 你都打了 这还不得给你们好兄妹 凑成一对 一左一右 挺对称的 我拿起包就要离开 李昂竟拽着我的手 挡在我的面前 企图不让我走 我使劲甩开她的手 别逼我报警了 好狗不挡到 迟疑了一会儿 她还是挪开了脚步 对了 忘记跟你说了李昂 我们分手吧 说完我也没等她的反应 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这个蹦床公园 回家的路上 我还在想 自己的眼睛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怎么会和李昂 这样一个三观歪去的人 在一起两年 真是浪费我的大好青春 还真是多亏了 她的好表妹啊 一壶绿茶 把我给交了个清醒 第二天的晚上 李昂疯狂给我打电话 我不接电话 她就用短信微信 轮番轰炸 我说要和我见一面 如果我不同意 就直接去我公司里找我 竟然搞威胁人这一套 太恶心了 我在家附近找了个咖啡厅 让她来找我 没想到李昂 还把她的表妹给带来了 雨童 我想了想 昨天那事 确实是微微做的不对 我也有做错的地方 这不我俩来 给你道歉来了吗 你二位 这是又整哪一出呢 这么晚了 找我有什么事直接说 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不安好心 我可不会相信 面前这两位大老远的跑来 就是为了跟我道歉的 真的是诚心来给你道歉的 雨童 李昂一脸信誓淡淡 行吧 那就开始到吧 我倒要看看 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李昂扯了扯 她表妹的袖子 示意她说话 表妹不情不愿地看向我 用小道苍蝇 都听不见的声音 快速说了句对不起 你说什么 声音也太小了 我根本没听清泪 我向表妹的方向 测了测耳朵 我说 对不起 行了吧 她大声吼了出来 嗯 这回倒是听清了 不过你这道歉 未美也太不走心了 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 我冲着表妹挑了挑眉头 够了 张雨童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要不是知道 你家里有几个臭钱 我和表哥才不会 嗯 她的嘴被脸急忙给捂住了 瞧 这还没开始呢 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原来是打起了钱的主意呀 看来 这是专门调查了一下 我的家庭背景 知道了 我其实是个白富美 我吃笑出声 打住自己的胡思乱想 看着面前的二人说 我家是挺有钱的 不过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别忘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李扬 我可没同意你分手 她急匆匆地回答 你哥这儿给我装糊涂呢 啊 不同意是吧 行 那就是我单方面甩了你 你 雨童 我真的不想跟你分手 我们都在一起两年了 难道你就忍心抛弃这段感情吗 别跟我在这儿废话 我说了你已经被我给甩了 要是没什么其他的事 我就先走了 我拿起包包起身就要离开 李扬一把拽住我 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雨童 我沉默不语 甩开她的手就要往外走 等等 雨童 还有一件事 我不耐烦地转过身看向她 你请说 记 既然分手了 那你把我曾经送给你的礼物 还有其他的一些开销都算一算 把钱还给我 我被李扬的不要脸给震惊了 原来这种只会出现在奇葩电视剧里的 抠嗦小气男竟然会被我遇到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 在她身旁的表妹就连声附和 对对对 你必须把我哥哥给你花的钱 全都还回来 一分都不能少 哥哥 等回去了我陪你好好算一下 千万不能让他给糊弄了 看着眼前两人 这厚颜无耻的样子 我决定不再给他们留任何脸面 直接撕破他们的脸皮 在这儿跟我算账是吧 行 李扬 这两年来出去吃饭旅行 我俩几乎都是AA 除了看过几场电影是你付的钱 算你五千块 可以了吧 至于礼物 呵呵 这两年也就情人节和生日 你送过几束花和一条项链 值不了几个钱 但我给你算一万块 够意思了吧 其他什么杂七杂八的买个奶茶呀 零食什么的小钱加起来 我还是给你算一万块 不吃亏吧 一共两万五千 数字挺吉利的哈 哥哥 他算的对吗 表妹在一旁暗戳戳的问 李扬点了点头 他就立刻变得生气凌人 那还磨技什么 算清楚了 那就赶紧还给我哥哥 别着急啊 妹妹 我给你哥哥花的钱还没算呢 是吧 李扬 咱俩谈恋爱的时候 也算是有来有往了 既然你今天非要在这 跟我掰车这些东西 那我就给你说清楚 没意见吧 我说完也没等他的反应 就接着开始了 第一年你的生日 我送了一双限量版球鞋 为了你可怜的自尊心 我当时骗你是假的 其实是我专门托人 从国外买回来的 邮费什么的 我就不跟你算了 鞋子是一万八千 不信的话 就把鞋拿到鉴定机构 去看一看 你应该没扔吧 另外 平均每个季度 我都会给你买衣服或裤子 便宜的则三五百 贵的一两千 这我也不跟你算多的 就拿八千奖吧 哦 还有 你之前让我帮忙替你同事 带了一盒什么茶叶 两千块也还没给我 还没等我再继续说下去 李扬突然愤怒的打断我 够了 张雨彤 怎么 这是还没算到最后 却发现原来你欠我的钱更多 恼羞成怒了 李扬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发现 你一个大男人 就这点心胸和度量啊 嘖嘖嘖 你 你不准这么说我表哥 贱女人 表妹气愤的指着我 放下你的手 还有 如果你再管不好你的嘴的话 我不介意再给你来一巴掌 我瞪着表妹 看她向李扬身后缩了缩 行了 既然这样 那钱我们之间就相互抵消了 今晚就先告辞了 走了 微微 还没等我回话 李扬就拉着她的小表妹 快步离开了 看她们的背影 就像是两只落荒而逃的老鼠 好不狼狈 七 垃圾男人配绿茶表妹正刚好 折腾了一大碗回到家 我才长吐一口气 这下前男友应该不会再和我之间 有什么纠葛了吧 没想到我还是大大 低估了人性的恶毒 也不知道 即将有一场巨大的风暴席卷我 周一上班 我刚到办公室门口 就感觉一路走过来 路过的每一个同事 看我个眼神都怪怪的 我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还以为是自己今天穿的裙子 颜色太艳丽了 所以同事们都若有四五的打烊我 直到中午吃午餐的时候 路过一个男同事的桌子 我发现他手机里在播放的一个视频 隐隐约约好像闪过了我的脸 我充满疑惑的问道 这什么视频 怎么好像有我 你打开微博或者公司官网看一看就知道了 视频里的男人和所有的重点部位都打了马赛克 只有被合成的我的脸异常清晰 关键是在评论区 已经有人扒出了我的个人信息 名字 公司 毕业的大学等 甚至还放了一张我的生活照 到底是谁用这么恶心的视频整我 能拿到我的生活照这种私密的信息 一定是我周围认识的人 我看着评论区里入目不堪的谩骂和羞辱人的话语 气得浑身发抖 这女的年纪轻轻就升主管 早说了手段不一般 这不 确实身体不一般能一对三 泽泽 这种私生活混乱的女人 公司不开除还留着过年啊 一 这女人长得还不错 不知道多少钱能跟她睡一晚 楼上 你可长点心吧 玩得这么花的女的肯定有性病 视频的播放量已经到了三个亿 被各家的无良营销号一一转载后 播放量肉眼可见的还在不断增长 还没等我翻查出第一个发视频的人 领导的电话却打了过来 让我去她办公室一趟 没想到看到了两个熟人 前男友李昂 还有她表妹 他们怎么会来我公司 见到我进门 表妹就得意洋洋的冲了我说 张雨彤 你被开除了知不知道 我看向领导 只听她假意咳嗽两声 然后对着我说 雨彤啊 你也知道 这两天网上关于你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的 公司这边呢 原本想让你暂时停止查看 等你处理好了 这事再回来 可你的这两位朋友找到我 还拿了一份什么请愿开除书 上面好多人的签名啊 说是必须让公司开除你 如果你今后还继续留在公司 那他们就联名抵制消费 咱们公司的产品 你也知道 公司主要就是依靠销售部 所以 可是经理 视频明明就是假的 我是被人造谣了 我不甘的话被再一次打断 你说造谣就是造谣啊 真是看不出来啊 你表面上装的挺好的 一女的背地里那么脏 表妹对我冷嘲热讽道 你有种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做事仰起手就要打过去 够了 雨童 你一会儿离开后 就去人事部交接一下手续 公司给你的补偿也一分都不会少 就这样 你们都出去吧 出了办公室 表妹还在对我落井下石 唉 可怜啊 这下工作也没了 你追求刺激的方式 就是跟好几个男人同时 啪的一声 这一耳光 终究还是落在了表妹的脸上 你打我 你又打我 表妹歇斯底里的尖叫着 就要冲过来打我 被李昂给拉住了 行了 微微 别再这丢脸了 赶紧跟我回去 对了 雨童 如果你遇到困难 走投无路 可以来找我 说完她拉着表妹就走了 我心里怎么感觉这么不对劲呢 好端端的这两个人跑来我公司 拿着什么开出我的情愿书 又想到李昂刚才走之前 一副笃定我会去找她的样子 我心里开始怀疑 这事不会是李昂和他表妹搞出来的吧 他俩还有这能耐 事不宜迟 交接完公司的所有手续后 我就联系了李昂 看看他到底卖的是什么关子 到指定的包间之前 我特意化了 让自己看着更加憔悴的妆容 挤了两滴眼泪 一脸可怜的出现在李昂面前 啊 还有她的表妹 自从跟我分手后 这俩人还真是形影不离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没有人相信我 你那天说可以帮我 是真的吗 李昂 我泪眼朦胧地看着她 是真的 雨童 我相信你是无辜的 这背后造谣的人实在是太可恨了 这段时间你肯定很害怕吧 她握住了我放在桌子上的手 我忍住心底的恶心没有抽开 又听到她接着说 其实只要证明这个视频是合成的 就能还你的清白了 只是 钱这方面你知道的 没关系 李昂 钱这方面不是问题 你要多少跟我说 只要你能帮我 我假装信任地看着她 内心却疯狂翻着白眼 这事儿我早都托人鉴定视频 是合成的证明了 还轮得到她 我的目的是 可要捉住背后的主使人 一 一百万现金 雨童 李昂还结巴了一下 一旁的表妹听到我毫不犹豫地答应 发出了偷笑声 我装作没听见的样子 继续问李昂 我先给你五万订金 事成以后 剩下的钱我给你装好 放在以前那家老餐馆的储物柜里 你到时候直接拿走可以吗 可以可以 雨童 你放心 我一定还你个清白 那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给李昂赚了五万块钱后 我就先离开了 然而 我出去一趟 掐了个时间又悄悄回到了包厢门口 我侧着身子把耳朵贴进门缝 听到了李昂和他表妹夸张的笑声 哈哈哈哈哈哈 表哥 我们要发大财了 都跟你说 女生最害怕的就是被谣言攻击 你哪能帮他解决这事问他要钱 他肯定答应 哈哈哈哈 还是你聪明啊 薇薇 那可不 再说了 张雨童再有钱 能用钱赌住那么多张嘴吗 你说他给了我们那么多钱 还不知道 其实这件事就是你和我搞出来的 我就要笑死 呵呵 我才是真的要笑死 这两个蠢货 看着手上的录音笔 我心里也有了主意 我拒绝了父母和身边亲戚朋友 要帮助我摆平这事的请求 我决定要亲自收拾这对狗兄妹 不到三天 李昂就打电话告诉我 明天他就会以前男友的身份 公开发布替我澄清 言语里不断暗示我 不要忘了钱的事 我满口答应和感激 告诉他 明天下午一点整 就会把剩下的钱放在指定的地方 听到李昂藏不住兴奋的声音 挂断了电话后 我也笑出了声 明天可以一场好戏看咯 希望他明天还能继续保持兴奋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 李昂在他所有的社交平台上 公开发布了 为我澄清的视频和文字 他以前男友的身份为我作证 视频里的女人根本就不是我 出他意料的网络上的一大片风向 竟然都是骂他的 大概是说早点不出来澄清 这会儿才发生 他不是收了钱什么的 果然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他可不就是收了我的钱吗 一个小时后 我在自己的微博上 实名公开了所有证据 我特意让人用加粗加大的字体 配合前前后后的录音 加上了醒目的字幕 还放上了搜集到的 第一条造谣我的账号IP 和视频虚假合成的鉴定报告 对了 最后我还特意拓了李昂的账号 感谢他这个始作俑者虚假的澄清 一时间 我的这条微博立刻被顶上了热搜 与此同时 警察打电话告诉我 已经抓住了李昂 我把提前安排好的人 抓拍到的精彩画面 再次发到了网上 正义的警察 逮捕狼狈的李昂 这种名场面 怎能不让大家一起好好欣赏呢 我还特意在照片后面 附赠了一张起诉书 这下网友们彻底炸开了锅 纷纷开始咒骂李昂和表妹 他们两个人的个人资料 和家庭背景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太恶心了 这对表兄妹 何其火来就为了坑人钱呢 知不知道造黄瑶 对一个女孩来说伤害有多大 都是女生 这个女的怎么会这么恶毒啊 还兄妹呢 看着女的一脸骚样 怕是和他表哥 早就不三不四的搞到一起了 表妹此刻正在疯狂 给我发短信骂我 张雨彤 你别见 人竟然录音 快点想办法让警察 把我表哥放出来 嘖嘖嘖 急什么 这么想你表哥 过两天你就能进去 和他一起团聚了 你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你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赶快去网上澄清说 你发的那些都是假的 啊 唉 你真的纯到无可就要了 怎么都到这一步了 你还敢这样指使我呀 不跟你废话了 蠢货 我拉黑了她的联系方式 就等着开庭了 最后 李昂因造谣诽谤 勒索敲诈等罪行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款十万元 而她的好表妹薇薇 作为共犯 也是主谋之一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罚款十万元 而我就回家继承公司 女城副业 做一个真正躺平的白富美了 除了李昂和她表妹 那些当初隐藏在网线下 朝我不断泼脏水的 营销号和键盘侠 都被我和律师给告上法庭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随口就给别人造谣的人 一个都逃不掉